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遊戲節目《機會由你選》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MC GYM 今天的主題是選擇 人生之中有很多不同的誘惑 而這些誘惑會否令到我們的堅持受到影響呢 今天我請到我們的同事Calvin 和大家參加這個遊戲 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我現在在做地產 入行十年,在青衣區做分區經理 我在工作時認識阿詹 很感謝阿詹邀請我上來玩遊戲 Calvin,這個遊戲玩法非常簡單 在你面前有三個寶箱 請你選擇一個深水的號碼 然後打開 我們的Big Boss就會開出誘惑的條件 看看你是選擇我們的條件 還是堅持自己的決定 Calvin,很久沒見 你好 你好 你眼前有三個寶箱 我將會給你五秒時間 選擇一個你深水的號碼 5 4 3 2 1 時間 1號這個 你肯定是這個 是,沒錯 請你打開看看 試試看 是餐飲業 餐飲業 我之前也做過 那你即是很熟 我們要看看我們的Big Boss 會開出甚麼條件 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 我知道你現在在做地產 兩個選擇 就是我打碗給你開餐廳做老闆 第二就是維持現狀 你想怎樣選擇 原來做老闆都要下手下腳 謝謝你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还是选择地产行业 因为地产行业始终是一个多劳多得的行业 跟餐饮业不同 地产行业得到的成功感 是我在餐饮行业找不到的 做地产有些客人找楼 帮他买到楼 最后还做朋友 过了几年有些客人要换楼 层楼又赚了钱 我又赚到佣金 这就是我在工作上最开心见到的商业 明白 在地产行业里面 Kelvin 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做地产行是难不难 是容易不容易 最重要是有心去做 好像我当初入行都面对过失败 自己的经验不够 找客人不容易 到找到客人和他看楼 看了几天都未看得对 但我自己从来都不会放弃 尽量和客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记得一张单 透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上司的帮助 做了一张大单 当时那笔佣金 足够首期 不过我自己就买了一辆车 听完你这么说 其实我都觉得很吸引 但现在的环境不同了 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有兴趣转做地产的朋友说 我觉得现在市场上 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干性需求 公司有培训 有资讯科技的投入 其实现在做生意是容易了 亦都容易了 给买家和业主找到我们 现在的我作为一个分区经理 见到新同事入职做得好 我们会搞一下庆功 吃一下饭 派一下奖品 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鼓励他 给他一些适当的培训 希望他们保持到一个稳定 良好和正面的心态 等到他们做好的时候 我都会替他们开心 其实我觉得 只要你肯去试 肯去做 机会就在你前面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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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